星星吻伸伸的頭髮 在家中監看 發現小偷上門 立刻和友人騎著摩托車 到店裡堵人 雙方發生拉扯 我叫他不要動 然後他一直要反抗 叫他一直把那隻尖的東西放下來 你看他做事要 這也很危險 男子想逃卻被牢牢抓住 老闆想用身體長壓 甚至連男子的褲子都被脫掉一半 露出了半截內褲 沒想到人還是跑了 但小偷將機車遺留在店門口 趁著男子回來牽車時 一舉僵人逮捕 回來準備要再偷騎機車回去 被我們警方盤查發現 這名27歲的潘信嫌犯 專挑無人看管的家娃娃店下手 橫行雲林斗六 最少有四間店家受害 一貫手法利用螺絲起子 撬開鎖頭 偷取零錢 嫌犯實隨之位再度犯案 但這回可沒這麼幸運 終於踢到鐵板 記者 廖文斌雲林報導